介紹它 我們買的是大家 我們現在介紹是大家買得到的 首先我們剛才說的就是 後背包今年很流行 你看竹節包 這個顏色很嫩對不對 很可愛 你看這個竹節 然後流酥 流酥好大喔 流動感 對 其實大家會發覺 就是全部是logo的 現在比較少 所以大家都會 就是把這些logo藏起來 或者是運用自己一些品牌上面 就是很明顯的特徵 轉換成就是這個包包的設計上面 那麼竹節包一直以來 就是他們這個品牌 很經典的象徵 所以呢你看 這樣子這種萊姆色 然後配上這種很清爽 然後背 即使就是 他今天穿著一樣 那背這個男生會詢問我們嗎 男生詢問 男生詢問 至少男生不會覺得 你是一個虞花的女生 對啦 可以啦 他們背季範詩的 男生詢問度很高 你背什麼男生都馬上會問你 對啊 好可愛 這個包包之前大家都知道 這個品牌就是他們家 囧臉包很有名 對 但它這個包包其實 就是透過了這個很大的一個拉鍊 去展現個性 包包的本體看起來 好像很簡單俐落 但是就是透過一些細節 譬如說 你看這一條 怎麼了 它裡面藏的是拉鍊 為什麼那裡要有拉鍊 因為啊 它有一個小包包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放東西的 而且它拉鍊 它拉鍊很可愛 對 它的拉鍊就是 所以我們說 魔鬼藏在細節處 好 對 然後一般的包包就是說 拉鍊通常就是它的包包 你會看到外面有個包包 但沒有 它全部把它往內藏 反而它把這一片凸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一片扣起來 或者是把這個 有些人他喜歡把這個 塞到裡面 然後它是這樣子扣 它像這個流酥是藏在內側 把它藏起來 這個包其實我也覺得很有個性 又很能裝 再來就是 這個 紗的顏色 這個顏色其實是這一個集團 他們很喜歡的顏色 它的 就是他們另外一個品牌 就是我剛剛講的尼龍包的那個品牌 PROPA 對 那他們家其實這一個 MM他們很喜歡這種玫瑰紗色 奶油玫瑰色 然後它這個皮革的柔質 遠遠看很亮度很高 可是它其實很薄 很薄 然後容量非常大 容量超大 你看它的底部 可以放一個出生嬰兒 真的 可以放一個Baby 剛剛好 對 或者是這一個包 這個包 是這個英國的格子 格子牌 格子牌 你為什麼這顏色 我好意外 柔柔的 沙沙的 然後它把它們家經典的格紋 藏在兩側 藏在兩側 這個包包現在曝光率很高 前幾天宋志孝在機場被拍照的時候 就是背它的粉紅色 很多名人最近都很喜歡這一塊 尤其在亞洲大紅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法國包包 他們終於出這種 硬款的托特包 它的硬款托特包 其實跟它的這個手包 有異曲同工之妙 透過了這種流蘇綁的這樣子的 這個概念做出來 而且價格也很合理 很合理 非常合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上班族的女生 好複補 很複補 對 因為其實很多女生 買他們家的東西都只會 這很像阿嬤傳下來的 對 可以再拿呢 行李箱 這個我贊成你買 對不對 對 它像行李箱 對 它像行李箱 然後呢其實 它也可以放下電腦 對 對 它也可以放這種 老闆多少錢 老闆取 我不知道 你說 然後你看喔 它的拉鍊是可以全開 好厲害喔 我喜歡全開 它可以全開 它的前片的全開 就是剛好讓你放你的電腦 因為電腦如果只能上開拉鍊 拉 拿起來很不方便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給一般 會有這種商務 商務需求的女生來用 這個包裝 裡面穿什麼都好特別喔 對 這個顏色 妳有沒有發覺 它不是黑 也不是藍 它也不是藍 它是藍色裡面調的綠色 要調出這顏色還不簡單 好美喔 對 然後它後片 天啊 它後片是 在這裡 上面的Chino Chino寫在上面 對 對 這很漂亮 這很漂亮 Logo是在上面 對 好美喔 對 然後也可以 又不會 這個包 只有這個尺寸嗎 剛好缺一個電腦包 對 這個只有這個尺寸 只有這個顏色嗎 它有別的顏色 多少錢 老闆 我不知道 這包很貴 對不對 2千錢 買到這種包啊 像我們這種 一定要收藏的包 沒有人在看價錢 這個我們今天做這一集 不是說虛榮心作稅啊